數碼名抗議者 星期日聚集在瑪利首都巴馬科 要求政府恢復對北部地區的控制 並爭取實現和平 許多瑪利人指責臨時政府內控不斷 致使伊斯蘭組織在北部地區鞏固勢力 另外伊斯蘭組織尋求在他們控制的地區 施行嚴格的伊斯蘭法規 在上星期伊斯蘭組織斬了一個小偷的手 激起民眾的憤怒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曾經說 該組織準備派遣大約3,000軍人 協助恢復瑪利北部的合法統治 瑪利臨時總統特拉奧雷說 一旦團結政府組建完畢 他就將向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要求派兵